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线道X589是白礁镇一条主要交通干道 串联起白礁镇白石村 岳坑村 下山村 竹州村等自然村 也是井岸白礁通往六厢片区的主要通道之一 记者在该线道白石村路段施工现场看到 施工单位已经用雪糕桶围了起来 对来往车辆的通行影响不大 由于该线道存在局部路面破损 交通设施不完善等情况 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 今年区交通运输局将其纳入了4号农村路升级改造项目 并于近期全力动工 目前正在进行档路并态整治 路沿石安装 以及彩色步道基础施工等 我们施工的这条RX589线全长一共是19.32公里 起点位于竹州村 中间经过下山和越坑等村 最后终点是在白石村 接到白礁大道上 我们的改造主要就是就是旧的线道的白改黑 将之前的就是混凝土路面的病害修复掉之后 在上面重新铺设两层的例行混凝土的油面 还有一些像像一些排水的改造 路边石 然后有一些人行道 还有就是道路的会重新画这个标志标线 还有一些标志牌这些 会对这个道路有一个整体的提升 该工程根据道路实际情况 共分三段进行设计施工 一 竹州至虾山段长7.893公里 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设计 设计速度每小时20公里 路基宽7米 路面宽6米 二 虾山至越坑路口段长1.961公里 采用三级公路标准设计 设计速度每小时30公里 路基宽11米 路面宽7米 三 越坑路口至白石路口段长9.47公里 采用三级公路标准设计 设计速度每小时30公里 路基宽9米 路面宽7米 升级改造后 线道X589的行车舒适性和安全性 将得到较大的提升 有效改善周边居民的出行条件 使农村公路更加畅通安全 现在就是在进行前期的这个道路 就是旧路的病害整治和路边石 还有一些执行道的施工 这个时候已经临近春节了 我们现在也就是在加大投入 加班加点的在抢工期 计划在春节之前要有10公里以上 要把例行铺出来 然后剩余的工程量 计划在明年4月之前全部完成 据了解 线道X589的升级改造 是近年来我区加大农村道路建设力度 积极打通农村毛细血管的实力之一 自2018年起 斗明区交通运输局 已实施斗明区四号农村路 2019到2021年三年建设计划作为契机 计划三年内新建改建农村道路75条 约176公里 目前我区已建设完成线道X581 X582 X584等四号农村路项目 约132公里 余下44公里正在有序推进中 除了推进农村四号农村路建设外 还持续加大建设乡村县道和基耕路建设力度 提高四级以上等级公路比例 同时还实现101个行政村村通公交 农村公路路登百分之百覆盖等 大大改善了农村群众的出行环境 此外 目前区交通运输局正牵头编制 斗门交通强区战略规划 统筹综合交通发展 打造大交通运输体系 突出我们这个规划建设 加强交通最后一公里的一个建设 着重加强我们这个城区的一个交通运输治理 畅同毛细学款 加强多个方面的一个研究工作 特别是我们道路与陆地的一个结合 基耕路的一些结合 还有交通和文化旅游的一个结合 停车场的一些规划建设 以及跨江跨河的一些桥梁建设 以及智慧交通示范路的一些建设 从长远的角度来说 我们以后也要加强我们这个立体交通的一个改造 来加强对我们这个斗门区 城市这些农村 这个毛细学馆 这个道路交通的一个提升和整治工作 这个道路交通的一个设计划建设 这个道路交通的一个设计划建设 这个道路交通的一个设计划建设